多方消息指出,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前政委,空军上将刘亚洲深陷要案,恐遭重判。 刘亚洲涉嫌以基金会、协会等名义剧联巨额财富,有严重经济、贪腐问题,可能会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。 刘亚洲的妻子,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儿李小林,则可能不受影响。 刘亚洲在空军服役期间,曾以军旅作家的身份文明,80年代曾是中国作协理事。 在江泽民、胡锦涛时代,刘亚洲针编石壁的文章曾广受好评,被认为是党内开明派。 刘亚洲现年70岁,1968年进入军队,1997年起担任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等职,2009年任国防大学政委,2017年初退休。